要貼進去 好 剛才經過一般的掙扎之後 我終於理解一件事就是 好像是我自己有那個 那個電腦的那個鋪口 反射係數太大是不是 我不知道啦 反正說 狀況就不太好 那是說我們再更換一下 我們現在就 沒有來到更換的反射 但是會延遲的狀況 但是我們就先試試看 就是是不是夠直接 好 那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看Device 那 一開始假設我們想要理解 我們現在就是 Device S3 我們就跑出來 就是長得這樣 所以我們目標 我們是現在 我們假設 我們現在是想要 讓它操作到一個1.25 這部地是真的要這樣子 因為我們其實也可以把它操作到0.8 你看到0.8大概都是 也都是什麼 也都是很像一個電流源 所以 也許0.8是個不錯的選擇 那我們趕快來討論0.8 那我們現在看1.2 那1.2可能最後是下的話 因為我們要怎麼知道我的VG是多少呢 所以我們都知道 我們都知道 我們都知道 我們的電路啊 基本上 是一個 CGS 然後這邊會有個GM 然後這邊會 就是GM 然後這個R0 OK 那所以 所以我們這邊看起來的話 那我們的 S21 反而大概是跟GM成正比 為什麼 因為S21就是這邊掛載個50歐姆 所以它大概大概 大概會有一個像似 就是負的GM 才是R0 負的50歐姆 會有一個大約這樣的像似 所以我們可以從DC 可以得到GM越大 大概S21會越大 我們當然可以得到這樣一個概念 OK 所以我們就來試試看 所以說 假設我們現在做的是一個放大器 那我們當然是希望得到一個比較大的GM 那於是 我們就要想 我們要怎麼得到 我們要怎麼確定GM是多少呢 那首先 我們先選定一個VD 假設我VD是1.2V 所以我選定VD是1.2V 好 那我這邊就少瞄 少瞄VG就好 這邊是少VG 然後VG是從 0到1.2V 然後少21個點 這個 我相信我之前好像也有跟大家提過 但是我現在就來掃GM 那又等到ID 那其實ID還不打緊 我這邊我就針對ID做微分 就是DIFF就是微分的意思 那我再把ID叫進來 這時候再把ID叫進來 你這邊有趣的事情發生 就是在我們電子群裡面 我們不是談到說 我們的ID越高 我們的GM就越高 你不然有這樣的想法 對不對 然後GM大概就是一直線 是的 他只有在這段 才是一直線 但到後來之後 因為他看到其他項目跑出來了 然後他的 他的對就是 GN就越來越差 所以說 假設 你想要 你想要偏壓在一個 GN最高的地方 你大概會選擇 多少 MARK3的地方 在0.93 如果說就0.9 我這個取的點可能還不夠 不夠密 去51個點好了 然後這個地方是一個0.95 我可能會選他 那趕快你在想 你選他對不對 可是你的電流很強 所以有時候我希望做一個低電流的東西 我是不是在一個還可以的GM之下 但是我電流去把它變小 那你看 這裡 這個電流是8個mA 那我現在假設我想要選 這裡 這裡應該沒那麼爛 其實 才掉不到 上面又打不到8折 可是我的電流現在變多少 MARK5 我來看MARK6 好 你看 那個電流現在 我現在 我GN 只是從0.019變成0.015 然後我電流就可以從8變到3 將近少了快到3倍 你可以再少一點 這個他電流值其實少的不太準 這樣就少更多 可是你這樣子算起來的話 欸 我如果是3倍 那我正義如果是3個這個電晶體 構成一個三級放下去 那增益一定比一個這個還大很多 所以這時候你的選擇 就可以想辦法 去試試看 把VG把它偏在比較小的地方 這是一種做法 OK 那我現在 就是找網利啊 我把它偏在最高點 我就先試試看 那最高的VG是 0.924 那我就 我就在這邊 在這個模擬 我大概 VG的Initial Gaze是 0.924 那0.924出來之後呢 那我們就開始來模擬他的 X算數 1到7三 然後得到一個G G G 然後這個時候你就要看他的這個 S22 S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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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取決到他的 體配的容不容力 這個 如果說你的 device 太難體配的話 即便他GMAS很高 也不好用 這邊打個Mark 假設我們要做的是35G 他這邊是11 11.9 OK 那是這個網路 那所以說我這個是GMAS的狀況 但是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GMAS這個狀況 是針對GM的結果 不是針對他的RF特性 所以我在這邊難難是可以 隨便去掃描 就譬如說 我在這邊 我可以對S12 再繼續掃描 優化他 去掃VG 然後我如果是從0.6 然後掃到1 然後我再掃個 11個點 我大概一定可以 抓到最好的值 所以我就開始去掃描 欸 你要不要 欸好像他有更好的 就11.9 那我們剛才的值好像是 好像才11.7 10.7 這個值足足多 大概快一個db OK 所以說 那他在那個 他在R0的這個結果 也產生改變 所以說 這個意思就是說 雖然我的GM比較強 可是因為我R0的值不同 那我會影響到我的那個 我的Messima Game 那我們最後要看什麼 但是看Messima Game 所以在這裡的話 我就會是 用這種方式去掃描 去做一個想法 那 那再來就是 這是我針對我的偏壓 那你如果是想要 你如果是想要把那個VDR再變小 譬如說 假設我的VG要再小一點 譬如說 嗯 我VG的掃描想要 想要從0.6到1 這我已經掃過了 0.96 所以0.6的時候 他的電是10.7 然後你如果是到0.96 電就變10.9 11.9 所以你看 這樣子我們可以驗證說 我的電流很小的時候 我真一直掉一滴滴 所以其實這樣的買賣 還算值得划算 所以我就可以把它騙在比較小的地方 所以 在這裡的話就讓大家理解這件事情 OK 好 那再來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要想的 就是尺寸 尺寸你也可以做掃描 那 我在這邊就再掃 掃描一次給各位看 就假設這個N N R 那我這邊就寫N OK 那我這邊再掃一次 可以來看哪個NR是比較強的 然後他是 他是從多少 1 1 我先從4 4應該是超小的 他掃到64 我真的都很瘋狂 那 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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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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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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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各位在選擇Device的時候 你要先看看你Device 你想要選擇的那個部分 你想要最佳化的東西是什麼 你是一個高增益的放大器 還是一個高功率的放大器 還是一個低功耗的放大器 還是一個寬頻的放大器不一樣 那你可以藉由你的尺寸的掃描 去選擇你要的Device 那Device選擇好 那你的匹配電路就會變得比較簡單 所以這是這樣的概念 那我們之前都在討論怎麼樣做匹配 那現在是來講說怎麼做Device的選擇 當然Device選擇如果你加入回收 然後又更複雜更複雜 但是第一件事還是說 你要有個能力去認清 這個Device的操作的區間 然後針對這區間做一個 最簡單的common source的選擇 就先從這地方開始 那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OK 那到這邊來 我在key人好了 1 2 3 周冠廷 周冠廷 有在嗎 那個李岸青 是吧 李岸青 來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是 我們要選擇 呃 因為怎麼選擇 我們一代的事情 老師是示範說用 我們就直接對這件事 那個掃描 PD還有 VC 然後看說 我們需要多少的PM 然後 這個 可以請他選擇 然後再決定 如果沒有簽一下 還有 OK 好 謝謝 我覺得大概都是這樣子 那 你剛剛講說我們是要看多少GM 對不對 這也是對的 但是你更要知道我們想要的是什麼 我們是要GMAS 還是S11這些東西 OK 好 那我再找人 阿 周子儀 老師 一開始就是 先 講那個 VCID 然後 跟我們講那個GM的概念 然後 藉由 像是 可能 GM 比較大的時候 他電流可能也比較大 然後 GM比較小 所以也比較小 那就是 看你是想要設定 怎麼樣的放大器 那假設你有設一個很設定 你可能GM算很小一點 但是他電流可以 小的三倍左右 嗯 然後 後續的話就是 就是 想那個 參數掃描 可能 你少不完 會有更好的 爭議 OK 好 那 各位回去 就多多用參數掃描 參數掃描超好用的 我相信用EDA Cloud的人 如果不用參數掃描 八成就做不完 OK 所以參數掃描很重要 OK 好 那講到這邊說 那 我們的線性電路 就告一段落 那我現在 我 我在想說 我到底接下去要怎麼 怎麼 現在要先介紹雜訊 還是介紹 非線性電路 那 我現在想要介紹的就是那個 功率放大器要怎麼做設計 然後 最後再發覆一個比較簡單的那個 LNA的Case 我這種路徑是會比較順利喔 所以 我就開始來介紹那個 功率放大器的設計 功率放大器 那功率放大器啊 俗稱 那要叫做PA 你說PA 我要做一個PA 我要做兩個PA 就是這樣子 那 你要知道功率放大器是什麼 我們第一件事一定就是要看他的功能是什麼 好 那我們這邊要講 那我們先講一個一個基本的搬拉器 那一個基本的搬拉器啊 這個有個輸入的訊號叫做 V-IN 然後這邊會存在一個BAND 然後會有個V-OUT OK 那或者是說我輸入是一個P-IN 然後存在一個BAND 會有一個P-OUT OK 這樣講比較對 所以P-OUT是斷對的P-IN 但是你如果整個取DB的話 整個兩邊都取DB 所以你就要變成 假設P-OUT取DB-IN OK 然後會變成 會變成什麼呢 會變成 DB的 加上D-B-M的P-IN OK 就是 DB-M 加上DB 就會變成DB-M OK 這樣子 這樣子 不要理解我意思 不要說DB-M加DB-M等於DB-M 不是這樣的意思 因為 DB-M的相加就相成的概念 好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稅稅有任何一個 那個搬拉器的圖 我如果畫成直封圖 你要P-IN 拿取DB-M 那跟P-OUT取DB-M 我都可以畫成一個是直線 然後協力是等於1 slope 哦 哦 對不對 因為這裡是一倍的 一倍的 好 所以 P-IN增加 呃 P-IN增加1db P-OUT也就增加1db 好 這樣很有錯對不對 那P-OUT的DB-M的值 減掉P-IN的DB-M的值 橫為Constant就G 就是B-M 那所以說B-M越高 這個結距就越高啦 所以這是一個B-M比較高的放大器 這是一個B-M比較低的放大器 因為我一樣的P-OUT之下 我一樣的P-OUT之下 我一樣的P-OUT之下 但是我更比較高就可以得到比較高的P-OUT 好 現在問題就來了哦 就是 把我們的P-OUT不斷的增加 不斷的增加 不斷的增加 是可以一直增加上去嗎 其實不會的哦 他大概都會到達一個程度就 就頂不上去了 所以他的線大概是長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叫做保額 或者說saturate 因為他這個都保和了啦 保和就是整個都 就是受不了了 他已經多達一個程度了 ok 好 那我就再當下一頁哦 所以我再打到來的圖同一次 我們來看保和的這種狀況 P-IN P-OUT 然後我這個時候 我把P-OUT的DB-IN的值 減掉P-IN的DB-IN的值 我是可以得到一個值 叫做BB值的增 所以說在這裡 P-OUT-P-IN 含有一個定值 這個叫bain 我一樣假設畫一個log上叫bain 那它保和的意思就是bain掉下來 所以你看bain 當然會bain掉下來 例如去保和看的話 他大概就是 會上去或上不去 有這個概念 講一句比較傳承 他就 功率就出不上去了 好 那所以說我們這樣講 可是他出不上去有很多種 他最近一點點出不上去 還是很出不上去 所以我們在這邊就要定一個概念 就當我的電啊掉了一滴滴 我這個電掉一滴滴啊 那我對上去看我的P-OUT 因為我這個地方我就把它叫做這一點的P-OUT 叫做P-1BB 那如果我看的是output power 那叫做OP-1BB 我這時候看的是input power叫IP-1BB ok 這樣理解我意思喔 所以我的bain跟我的P-OUT P-OUT 不always是 是一樣喔 因為有可能有一個動大器 他的bain很高 可是他一下就倒核了 那有的87更很低 可是他都不會倒核 他很強 這樣 他這個很高 這個P-1BB超高的 OP-1BB很高 那我現在就是OP-1BB一下就不行了 所以說中益跟P-1BB啊 不過OS都是同一個 都就其實是兩回子式啊 好 這樣大家有理解我要講什麼嗎 好 這個能找喔 這個紅頭叫做P-1 然後是DB-1 然後這個紅頭叫做P-OUT 也是DB-1 這樣 好 這個觀念把它理解 然後 我們會定義說 他再上去就再上 再上就上不去了 我們把這個P-SET 就真的上不去的這個點 就是Situation Power P-SET 那P-SET其實你管理一下來說 你還是可以上去的 所以 我們就把P-SET定義的更 更嚴謹說 其實P-SET就是P-3BB 但P-SET就是P-6BB 你變掉這個BB 因為共駕怎麼這樣上不去 就是大概這樣的概念 所以P-SET的電力沒有那麼嚴謹 但P-1BB倒是很嚴謹 那 那一般來說 我們這個東西啊 Power它變產生扭曲了 再會變成一條線 但它產生扭曲 這個扭曲啊 就代表說 它的非線性的向式跑出來 所以說 我們如果啊 我們的電路 我們的系統 它是要很線性的 所以說你如果是很線性的電路的話 那你到P-1BB以上 因為它非線性很嚴重 它基本上是不可以用的 所以 那P-1BB就很講究 譬如說 假設你是做一個 高礦數的通訊系統 它甚至P-1BB也不能用 它P-1BB-6BB 好 back off 到這邊還是很線性才可以用哦 所以它其實 很講究哦 可是你如果說 你的電路啊 不太講究它的線性度 雷達 雷達就還好 大家就可以訂到PSET 這要看你的電池要怎麼用 那所以說取齊 取齊最常使用就是P1DB 可是你現在沒有你做的研究啊 是一個很先進的研究 譬如說 我現在研究400GHz的功率放大器 那400GHz哪有什麼功率放大器啊 所以有Power就好 那時候PSET大家就會覺得很OK 那可是你現在研究一個 5G光HZ Wi-Fi的 那你就是說我PSET 那大家說你沒有秀P1DB 就實驗性不高 所以他人的需求會依據那個 剛實的狀況 他會越要求越精巧 那從PSET 要求完之後 就要求到P1DB P1DB要求完之後 還會要求一種很變態叫EVM 那EVM就到時候再談 那個就是 越來越變態 但是 那就是我們系統上 使用上的精巧程度 來決定你的使用量 那 那那我找到這邊之後 那我們的功率放大器啊 就是在處理這個 我們希望 極盡可能把我們的 我們的PSET把它變高 想辦法做到這件事情 OK 那想辦法做到這件事情的第一步 一定就是我們如何 用我們的模擬軟體 模擬出這條課 PMPO這條課 那以下就是我們這節課 GR需要讓大家知道的 我們去模擬做PMPO 這樣一個課 OK 好 那我們就先回到一個 放大器的一個設計 這是一個 這是上次大家看到的一個放大器的設計 他操作 他大概在 他設計不好哦 但是 但是 再 哎 看一下 在42GHz OK 有一個 12dB的增印 那 這個時候 我就先操作給大家看哦 這個時候都是在模擬小訊號 但是我們有用模擬大訊號的時候 我要使用一個模擬的軟機制 是叫做harmonic balance 在這裡 那我把它拉進來 我把它放到給各位看 他叫harmonic balance 那 為什麼叫harmonic balance 他不叫harmonic 他叫harmonic balance哦 那我把harmonic balance哦 我會再跟大家搞到阿共哦 好 那我現在 要分析的是 這個 在42GHz之下的行為 所以 我的頻率啊 我這邊就要打42GHz 然後注意單位哦 你這個按OK之後 他有時候單位不見 我一定要注意就是這個 那order這個地方我先選5 這個order是一個重要的產屬 我先選5 好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到input端 我input端這個地方 這是一個沒有 沒有定義 定義功率的這個東西 我這邊 我這邊就要給他一個有功率的東西 好在這裡 我這是harmonic balance 這地方我就找一個 frequency domain source 好 那這邊有一個叫做 p1 tone這個東西哦 p1 tone這個東西 然後我這個頻率就要一定要t42 就跟他是一樣 不一樣就就是就是會那個 會出問題 那我的input power 他基本上是0 0dbm轉瓦 所以他這個p1是一個瓦的單位 但是他正是做一個dbm轉瓦的動作 所以我這邊 就寫 就寫0dbm 可是我現在要掃描嘛對不對 所以我去取個變 變數叫p1 ok 好 我這邊取個變數啊 好 那我的設置就ok了 然後我就把它取代成這個 那請注意 就是這個的東西 如果你這個number寫1 因為你如果是那個 那個這個這個power source 他基本上裡面 他也相當於S3數的那個port 所以說 你用power source也可以模擬S3數 所以我直接把它取代掉 好 弄完之後 我們再來看 後來 這是我的output power 那我輸出的load 因為他沒有什麼功率嘛 所以我當然不用理他 可是我現在去測量他的變壓電流 好 才可以計算功率哦 所以 在這邊我加上個pull 然後這邊就寫個iout 這樣ok了 然後我這邊點一個電壓 這邊點一個節點 取名 取這個節點 vout 好 那我現在 模擬完之後 那harmony跟billains 他會幫我模擬i跟v 所以說我要把這i跟v 去計算我的功率是多少 所以我必須要call一個函數 那我大家知道i跟v計算功率是不是就是什麼 i乘上v的共和除以2啦 就這個東西 那 我們可以在 那個 ADS裡面 那個教圖那地方把它寫出來 但是你可以用他 內建就幫我們算好這個東西哦 那 我會用內建的算式哦 這裡 這邊有個叫p 這兩個東西哦 第一個你可以用的是pt 第二個可以用的是pefc 好 那pt pt他第一件事哦 你如果不知道怎麼用他 他真的會告訴你哦 positive voltage negative voltage current power 或者說你去看他也可以 positive voltage是不是就是vout 這邊我就寫vout 那negative voltage的話 我們這邊是一個單方電路 所以這邊就是short 0 那我的ipop的話 就是iout 那我 取我iout裡面的i這個元件 i這個變數 好 這個pt 那我可以 這邊 這個可以取個名字哦 這個叫做 poto 這個是 這個是他模板啊 一取下來他就給你有個pt哦 所以其實 你可以 自己打也可以哦 ok 那pfc 你會發現他跟他是一模一樣的東西哦 然後但是他都有一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的概念很重要 所以我故意在這邊講 pfc 中概方有個1 這有1 這1 1是什麼意思呢 就一倍頻的意思 好 那你如果寫一個0 那就是在這邊 直流的power 所以pfc 他很有趣哦 pt他會把你的 所有的頻率 的功率都架種起來 但是pfc 這個東西 他會把你的頻率的成分 把它 把它分開 你可以單獨討論某個成分 好 那我兩個 我現在兩個都弄哦 我現在兩個都弄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東西哦 你不用去記他哦 他只是一個函數 就是你如果這邊用一個 major mean equation 我從這邊 拉過來的major mean equation 我照個t也可以哦 譬如說我這邊 pfc 等於pfc vout 逗號0 逗號 iout 點i 然後逗號 1 這樣也行 這這這這 這都是同一件事哦 OK 他只是便於你去做而已 好 那我踢完之內 那我好逆變的這邊 我掃瞄p in 這邊有個sweep的功能 那當然你可以再叫一個sweep來掃 那我p in從-20 少到正20 要掃那麼大嗎 少5 這樣子 OK 試試看吧 OK 那我們來 對 OK 我竟然跑完了哦 那我來看一下 我跑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咦 等一下哦 p in 等一下怎麼沒有 那個pfc 然後還有pt 然後沒有pt 我看一下pfc好 他長得這樣 那pt我應該有p錯字哦 V2 0 totalp 應該在totalp 這邊有totalp 好 我都跑出來了哦 你會發現這這三個都很像 但是你這個看不出什麼碗高哦 因為他都是 瓦的單位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把瓦變成 瓦圖dbm 他就會回到我們剛才比較漂亮的圖 所以我問他 你覺得pt會比較大還是pfc比較大 當然pt比較大 因為他包含所有的成分 OK 好 那你看 就大一點點啦 pt大一點點而已 那你看啊 在這裡 是不是很明顯的看出 是不是很明顯的看出 這邊是 這邊是 這邊斜率是一個 一個直線 那斜率是1 到時候很飽和 所以 我不會是看pt pfc 我都可以知道這裡 呃 那個輸出的功率大概是8dbm左右 所以這個這個動畫器的輸出功率 是8dbm 這樣很了解我意思嗎 那我們再來玩更有趣的事情 來 我們現在 就是 呃 現在我們來把爭議也畫進來 好 那我現在假設我只看pfc 所以我先把W2dbm寫在裡面 這樣之後比較簡單 OK 那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結果 把刪掉 然後再跑一次 那我直接把pfc拿出來看 他就是直的 因為我在 我的equation裡面 就已經是W2dbm 我在上面 如果算他的dbm怎麼辦 我是不是在這個地方 再加一個equation 叫dbm 等於 p pfc 減掉p1 對不對 好 那我來看一下 模擬 dbm dbm dbm在哪裡呢 d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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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fc-p-p-p- dbm laughs p-in d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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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是從-30 你看這個地方是不是就是協率是1的東西 然後這個電都是constant 這個電都是12db 那你看這個電都是小訊號對不對 所以小訊號的時候他跟我們這個小訊號的電 這小訊號的電是mark10 12.14 他這邊應該也是12.14 一模一樣 所以tarmony balance算出來的電 跟我x3數算出來的電是一致的 那在這裡的話 我這邊電都是維持12點多 然後但是這裡的協率也大概是維持是1 但你會看啊 隨著我的功率增強 他開始增益會掉下來了 有沒有 他從12慢慢的慢慢的 就慢慢的從12.1 12.08 12.或11.9 那我原始是12.1 那我到這邊掉成11.1 那我的增益就掉了1db 我增益會掉1db op1db是3.173 iop1db 往下對到大概是-8dbm 然後這個電路的p set 大概大概啊 是8.17 ok 這樣子可以理解也是嗎 所以你看啊 這個是一個 一個很有趣的條件 就是我們一個電路一個電晶體 它的最高最高的能量就是8.17 到上面就是我射光來的話就8.17 可是我在3.17的時候它就逐漸的變差 ok 所以這個逐漸的變差時我們不容易都不講說 這個電晶體最高最高可以吐出8.17dbm的功率 但是我3.17的時候它的訊號就開始扭曲了 所以意思就是說這個電晶體有點可惜啊 我應該就是開始扭曲就是它最不好的狀況 或者說它會維持到最後一刻 然後才停下來 這是它理想 ok 所以我們針對這個東西 各位可以去查這個線性化的技術啊 它可以把這些 開始開始扭曲的東西 繼續把它校正回來 那它可以拚到最後一刻 ok 這是一種電路的一種設計的手法 所以在這邊讓大家理解一下 所以各位會跑這個東西之後 你還可以跑一些其他有趣的啊 就是你只要能夠用Harmony Balance 散用它 它所有東西都可以幫你分析啊 比如說我想要分析它直流的功率到底多少 你可以做可以 因為直流功率就是 最後一集的直流功率會不會變 那我舉例來說 我故意在這邊打一個VD3 然後我這邊加一個電流 叫IB3 然後我這邊再加一個 就PDC 這邊 PDC B 嗯好 那我們就等於V VD3 然後ID3 但是重點是我們這是0 這個要看它直流功率嗎對不對 直流功率 那我們一樣跑一次給各位看 我把PDC也把它叫出來 直流功率一直都是維持在這裡 都是大概 他直流功率大概是十幾dbm 那你會把他直流功率總是比 我的輸出的RF功率大 因為是能量守恆的關係 就是說我的電路 我直流的功率 我的RF功率哪來 當然是由直流功率轉換來 所以我會希望 我的RF功率啊 可以禁閉到直流功率 就代表說 我全部的直流功率都轉成RF的能量 出去了 OK 所以講到這邊 這節課還有一點點時間 但是希望大家可以 回去啊 把那Harmic Balance的 那個模擬可以了解清楚 那這段影片 所以 我相信大家應該不成問題 來 商量還是一下 OK 那個 許剛有在嗎 欸 你可以商量一下 這個這個模擬要怎麼做 嗯 就是 就是 要先看 就是 騙子 然後 對 然後 就是要找個 P1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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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的話 你是先進度是好的 嗯 然後 呃 在ADS的時候 就是用 Harmic Balance去 去做 模擬 嗯 然後 呃 是不是可以用 P1DD 去 裡面的 內線的 呃 就是 程式去 收通 嗯 嗯 OK 好謝謝喔 對我講到要點喔 那我們再找 再找一位同學 好 欸 政家區同學 欸 嗯 就是 就是 如果我們要看公率的話 通常都會用Harmic Balance 然後 我們可以用那個 就是 內建的那個公式去看那個 大概什麼時候 P1DD在哪裡 然後說我保和 什麼時候會保和 然後看你去是這樣 嗯 然後 然後 AIDS可以用 就是 如果用PSG的話 就可以用 看我要看 DC還是 看幾次寫過這樣 OK 大概是這樣 好 OK 請 剛剛有朋友問 然後請問一下 關於 可不可以再細說一下 關於 那個 電子 那個 I 還是取疑嗎 那你可以再 這個頻率的成分 以及這個 全部的這個 加總內的部分 再詳細說明 可以的 好 那我就開始說明了 那 那我就 這個問題 我就必須要先從 Harmic Balance的概念 講解 好 你看 現在 我有一個 我有一個 電晶體 那 我現在 我說的 訊號小小 它就是一個懸波 然後我說很大之後 你一定可以想像說 它應該會不會解掉 反正就會變形 因為電晶體它的 變壓變壓 有一點限制 我現在不管 一定會 一定會變形就對了 那這個變形 你可以再繼續想像 再上去 它就不能上去 這就是造成我們的 PSET的這些問題 ROVELY是這樣講的 但是我們的問題是說 我們要怎麼去模擬它 我們要怎麼去模擬這個東西 OK 那 有兩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 就是各位 我有去用什麼叫HSPICE 它這些東西 它就跑 幫你跑坡型 我就幫你把這些東西 坡型跑出來 然後跑出來之後 那你會幫你這是三倍 這個東西 其實 你丟到路坡去裡面 或者說 這個訊號 你可能需要丟到頻譜分析裡面 你會發現 它其實是 一倍頻 兩倍頻 三倍頻 四倍頻都有 為什麼 因為 這個 這東西做負率轉換 假設是完美的分波 那做負率轉換 不就一三五倍嗎 那當然它有點不完美 就二四那些都跑出來 所以 所以說 我們要的是一倍頻的話 那 在HSPICE 或是我們小時候用SPICE 他看到PERSION之後 他會針對他做負率轉換 把我們要的成分抽出來 但是 我們現在假設 你要的就是一個正行波的輸入 就是一個Stable的狀況 穩泰 已經平衡的這種輸入狀況之後 那 穩泰的話 我們就假設我們的訊號是cos Omega T 或者說 我們用Exponential gOmega T的10度 來 了解他 就是我們的 以前他在Facer的計算 那可是這個東西 只有一倍頻 所以說我們現在假設 我們現在某個節點 我們把它寫成V Exponential gOmega T 但是我們要如何 去 去把這種會變形的V 把它描述出來 那當然可以把它寫成 什麼 複式展開 就是V0 然後 然後 乘上Exponential gOmega T 加上V1乘上Exponential g 然後 一倍乘上Omega T 加上V2乘上Exponential g 兩倍乘上Omega T 就一直加下去 沒有錯對不對 所以他就是一個複式展開 就是等於 VN乘上Exponential gN倍的Omega T OK 所以 我們 使用Harmonic項 去分析 那個 非線性電力的特性的這種手法 叫做Harmonic 就是用取Harmonic項 那Binence是什麼意思呢 Binence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放0 然後 我們假設這是電營體 那我們電營體它是一個 0m的東西 所以它就有V0到Vn 或者說I0到In 這是分析 這個東西 這個是一堆 Mini的東西 連結到Mini的東西 那Mini的東西 V0到Vn都是非常的清楚 I0到In都是非常的清楚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會這樣子做 我們會先猜一下 他們V跟I的狀況是什麼 我們會先猜一下這個V的狀況 我們猜一組V的狀況之後 代替Mini的電路 然後去看 由Mini的電路 算出了I的狀況 回來 然後再帶進去 運算I的狀況是多少 然後再帶回去 算他V的狀況 但是跟原來不一樣 再運用這個狀況 再帶進Mini 這樣一直跌倒來算算去 那這個問題 大概一定小時候算過 這是一個經典的電子學問題 假設有個電阻 然後有個二極體 那是什麼 IS exponential V2C VT 或者說任何一些比較有趣的函數 那這是R 那這是線性的 這是非線性的 那你怎麼辦 那你直接去解這聯繫方式 這個光程式 那你看 你是不是先猜他剛才是0.7 對不對 那猜完後 然後去得到一個電 猜到0.7以後 我從這邊得到一個電流 那等於電流之後 我算出他的電話 好像不是0.7 可能0.6 3 那再打回去 電流慢慢修正 大概會算一下 那是不是最後就達到一個 Mini的部分 跟Mini的部分 他們達成一個穩定 所以達成一個Belance 所以這叫Harmonic Belance 就是我們有Harmonic相關 想說Belance 這樣OK嗎 那所以說我這邊就先回答說 剛才 呃 剛才的問題 就是照於說 我 我把電話打開喔 就是 我這裡 啊 我這裡 Harmonic Belance 的這個 Harmonic Belance 的這個 Harmic Belance 這邊 有一個東西叫做 5個Oder 5個Oder 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 要5倍的那個 複式轉換 去描述我這個波形變形的狀況 你說夠不夠呢 喔 這叫匯定喔 這這就是很難講 那你可以模擬成100倍 然後就有點火大 匯高 那我一般來說都579 那到9 可能就會那個Harmic相就更多 這是這樣做 那 所以說我們 模擬完之後 那其實Harmic Belance 它就會 像計算機一樣 把每一個電流的節點的電壓 電流 都把它儲存起來 然後每個相似都存起來 那如果它的電壓電流 你是不是可以計算 每個節點的電壓電流 什麼的箱層啊 香蕉啊 那些東西 那電壓乘以電流的供二就是什麼 就是它的能功率嘛 輸出的功率 所以說 我由這個可以去計算 它的一倍的 一倍的功率 對不對 這件事情是簡單的 我當然可以算它0倍的功率 那0倍功率就是什麼 就是直流值啊 所以在這裡 我是不是有回答你的問題 在Harmic Belance 你的模擬你一定要去思考一下說 你這個order要設多少 那最後一分鐘跟各位講一下 可能因為Belance 正式認為是Belance 所以它的計算很容易產生一個 很慘的狀態叫不收斂 那不收斂怎麼辦 那你的order可以試著把它變大 因為不需要有可能說 你的新聞扭曲了 扭曲到一個很誇張的狀況 你用5接永遠都描述不了它 order變大 但order變大有可能 正是因為order大 你矩陣變得比較嚴格 才是造成你的不收斂的原因 這兩種都是 都是有可能發生 你要去嘗試 那另外還有一些很高的撇步啊 譬如說 這裡 3個這邊 它都用Auto 對不對 那你可以去選Delete 或者選另外一個演算法 然後有Buster 那如果說Basic Advanced 那或者你還可以再進去 然後把一些Torrent改掉 比如說誒 誤差大一點 你可以這樣做 這是一種 另外一招 就是 最高就是這邊有一個Initial Base 就是因為Harmic Advanced 是用拆的 所以你一開始拆錯 你就有很多錯 有可能是這樣 所以它有一些方法可以輔助 這地方叫做 Transition Assistant Harmic Advanced 你把它打開 那你真的可以設定一個Change 就是說你的Change 就是 就是跑波形這種Change 那我可以跑幾耐秒到幾耐秒啊 這種東西 那我把波形啊 因為我們的實力分析 基本上不太會不準 不太會跑不出來 但實力分析比較不準 我就先跑個幾個cycle 然後這個cycle 來當作Harmic Advanced Harmic Advanced 通常這樣子的結果啊 都比較容易收斂 大概是這樣 然後再不收斂的話 你可以調整它的偏壓 或者建立電力等效模型 但是Harmic Advanced 現實的分析是跟Change比起來 是既快且準 我實際上比對過 是在某些狀況是又快又準 當然問題是 有時候不收斂就會不行啊 所以這部分就是 在這邊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OK 好 那我們上課了 就到這邊 那下節課 我就來看大家報告了 OK 好 我們就上課到這邊 謝謝